大家好,我是美国健康健美生活的Jane 在过去几几天我比较认真的学习关于怎么护肤 尤其是这个防晒霜的用法我学习了很多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几点,我觉得非常有用 防晒霜我们都知道它非常重要 因为护肤就是三大宝典 一个是防晒,还有保湿,还有就是抗衰老 所以这个防晒我现在也跟大家分享 我对这个Ole Complete SPF30的一个非常好的推荐 它怎么好呢,因为它里面没有油 所以你白天的时候可以用多次都比较湿润 不会让你觉得这种油油腻腻的感觉 所以我现在就把它有一瓶带走的包包里面 如果有的时候下班,说得早的话 太阳还没有下去的话,我也会马上再用一点 当然了,早上出去之前都是要用得非常好 包括耳朵后面,凡是太阳能晒到的地方 脖子上面,胸上面,前面都是手部和手臂都涂得非常好 因为这个太阳今年下来的作用真的是了不得 我们美国人开车,你这个开车的人都是坐在车的左边 然后这个太阳就从这个左边晒过来 所以我很明显这左边的脸就比右边的脸黑 上面那些age spot就是年龄班啊 就是比这个右脸就多 而且还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似的 好像就是正冲着这阳光这面就更明显 所以就是说不管是阴天下雨大太阳一定都要涂防晒霜 如果你在室内待了一段时间防晒霜都已经没有了 抹掉的话出去之前马上就要用 比如今天下午天气阴阴的 我在自己的家里办公室里工作了一些时间 然后出去去种那个就是一斤香球 这不是十月份了吗 就那个时候我都涂了防晒霜 这样能确保任何有这个太阳照射的机会 我都有保障,有保护 我们有的人想 这个太阳对我们很重要 涂上了防晒霜 我们就不可能就有这种转化 生成这个维生素D的功能就受到影响 其实这是绝对不是的 我们的防晒霜有这个保护之后 皮肤还是照样能做生成维生素D这个过程 所以这点不用担心 你老在房间待着 要专门找时间去外面晒太阳 这个呢 Dr. Dre这个皮肤科专家也专门讲了 我们说晒太阳增加这个维生素D 身体的这种情况呢 不需要很长时间 有几分钟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每天开车上班 然后下班 有的时候到后院做点事情 这就足够了 不需要专门再找时间 拿本书到后院 当然你喜欢没问题了 如果你光单独是为晒太阳之来想 大可不必 而且也一定要注意防晒 因为这个太阳光对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功能是最大的一个危险 所以我们一定要和太阳一起合作 吸收它的热量 然后也让它调节我们心情 但是同时要保护自己的皮肤 防止这个UV这种阳光对我们的损伤 好了 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感兴趣 希望在下面点赞 还有留言 还有转发 好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